朋友们早上好 这次在外面演出也确实蛮累的 因为镜子还在哺乳期 晚上虽然宝宝不在身边 但是两个半小时要起来吸一吸奶 怕堵掉 还好这个酒店是有冰箱的 我们可以把几天的奶冰在里面 回去带给宝宝喝 看看窗外的景色 田园风光 我不吃了 起床了外婆 你吃了再见 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 为什么有很多女性 生完孩子之后会得产后抑郁症 确实这一阶段非常辛苦 如果家里人不能给她足够的关爱 做丈夫的不能给她足够的帮助 那肯定是会有心理方面的问题 今天有几个很重磅的节目嘉宾 我个人觉得央视的这个人员更新也挺快的 一代新人换旧人 这次来的主持人是马凡叔 就是今年央视春晚的新主持人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吗 今天我们要唱平坛给倪平老师听 还有刘涛姐 真的都非常的熟悉 他们的电视作品和电影 我都之前看过很多 从来没有想过能够当面见到他们 吃早饭了 早餐是自助餐 已经有很多人在吃了 基本上都是剧组的人员 菜品还是挺丰盛的 毕竟是李李这边最好的酒店 牛奶 半小时用餐 速速吃完 今天上午先要彩排 那么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镜子和外婆先回酒店休息 这就是我们住的酒店 外面看就是这样 这里走到李李古镇500米 那里我好久没去了 我之前去过两次 还是在平坛学校的时候 跟着学校演出去过那里 这里环境美得说 空气清新 河对岸有个人在洗衣服 我本人是比较喜欢这种老街老巷 沿途已经能看到很多的剧组人员 都在彩点了 沿河每一个小河岸上 都有一个厨师在做菜 这是节目内容 师傅这个菜是河豚吗 这是法语 跟河豚有点像 一会他们演员过来 你们是不是要拦住他们 他们传过来 他们叫我们要喝 我看到这个沿河 好像有一排厨师 12个点位 你是苏州的 上平台的 对我们在后面 我看到你嘴巴 你妈妈还是 刚刚生了宝宝是吧 是 是 是的 是的 因为你妈妈那个等于我鸡蛋刷 我刚看了就感觉好像 早晨那要不咱俩先去点位 好好好 那我们去 我们去走 拍类似这样纪录片的 真的是很严谨的 每一部点位都要卡到 本来镜子其实出了月子之后 我们恢复演出是打算从小的演出开始 像婚宴啊 寿宴先接起来 结果第一场演出就是如此重要的 大家平时看的片子里 人物干净 画面整洁 可是这幕后的工作 却是如此的辛苦 大家在烈日下 一遍又一遍的彩排 这就是我们的平坛点位 明天我和我外婆要在这里唱 这个河里面小鱼倒挺多的 这个太阳是非常的辣 非常的热 真叫我年纪轻啊 一会儿几位嘉宾就会坐着船过来 彩排突然中断 因为一个大眼要洗脱罢了 像这些幕后的故事 我也只能拍一小部分给大家看 因为导演叮嘱我了 很多东西不能剧透 反正到时候央视一套三套都会放 这个女导演 负责我这里的点位 导演给我买了根冰棍 不然真的要中暑 今天上午是在李里古镇 下午要去东太湖 到时候是船上取很多斤 来老师往前坐一下 好好好 千呼万唤 两艘船终于来了 越来越近了 还是有点激动 朋友们结束了 上午李里古镇这个戏算是彩排结束 这次这个纪录片当中 有五个地方需要用到平坛 我们需要准备五段唱 然后这个第一段唱的第一个场景彩排结束 后面还有四个场景要彩排 是很累的 但是也乐在其中 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我所热爱的艺术 好 好 好